还有一些些的不习惯 因为自从当了新闻从业员之后 巴达林在野北区 国会议员就是判检委 不是 这个名字要我念的时候是蛮长的 巴达林在野北区 我一开始就说 哇好长巴达林在野北区国会议员 但是现在可能改成白沙罗了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适应的 因为我会念得很顺 念了这么多年 但现在这个巴达林在野北区是没有了 换成是白沙罗 那之前的巴达林在野南区呢 则是会直接换成巴达林在野 这是选举委员会在选区 重新划分的这个建议书里面呢 就选求更换 国家的12个国会选区 还有34个州选区的名字 而这些选区呢 分别位于柔佛州 森美兰州 霹雳州 雪兰德州 吉隆坡和吉达州的 而在雪州和吉隆坡呢 分别是有5个国会选区 5个 总共是6个国会选区 要选求改名的 其中刚刚我们提到了 巴达林在野将会改成白沙罗 那书邦这个地方呢 将会改为松埃部落 对 这是国会选区 这算是我的选区了 那士部爹区呢 就会改成大城堡 就是Street Battalion 而我的选区 沙登选区将改名为 万宜区 邦义区 这对很多人来说 是有一些些的无所适从 因为 真的 从一开始选举 沙登选区 就是很多华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很多华裔子民在那边 现在沙登不见了 变成了邦义了 那针对这个沙登消失呢 沙登那边的国会议员 王剑民 他就在推特上面 讽刺的说 谢谢 选委会 这沙登就消失了 那巴达林 南区刚你说 就改名为巴达林 巴达林迦亚 是 那克拉达林迦亚将会改名为苏邦 苏邦改为苏埃部落 很乱耶 他不是一个新的名字 你知道吗 就是本来我是克拉达林迦亚 现在变苏邦 那我本来是苏邦的 然后会不会去做 感觉是有点混乱 混乱的感觉 是 在霹雳州也是会改 像是尼可汉的 这个牧威区的国会议行 将会改名为爱达华 爱达华 是 副首相阿摩扎西 位于这个巴干达豆的选区 也会改名 但是呢 他只是改成巴干达豆 B-D-A-T-O-H 改为D-A-T-O-H 不过这个选委会 他就有在通告中强调说 选区改名呢 不会影响现有的议席的数目的 还是会维持同样的议席的 是 那州选区方面呢 接下来可能会看到 34个州选区改名 都是在柔佛州 我为我家乡 接下来要投票的方式 应该也会很乱 34个选区要改名字 很多耶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改成什么样子啦 不过这里有说到 如果你真的是无所适从你 而且是强烈反对的话 其实是还可以有反对的空间呢 因为选举委员会他就指出呢 任何人如果反对有关的 换名这一名的这个行动 就可以在发出通告之后的 一个月之内提出反对 不过有权提出反对的是 州政府 地方政府机构 以及组织 那有关的选区的选民 如果是要反对的话 就必须要集合100人或以上 那市部地区呢刚刚我们提到 会改成了 斯里巴达林大城堡 原本的这个国会议员的郭肃清呢 就对这个决定感到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觉得有关的做法呢 将会让当地的选民无所适从 他也质疑呢 选举委会把原本属于 斯不得的这个达曼得萨的选民呢 移出有关的选区 却把不给加六区的选民 纳入斯不得的做法 他要求选委会来解释一下 他也强调说 斯不得区的人口不断的增长 很早之前就有提出 要重新划分选区的建议 那这也是中央政府缺乏 城市规划所导致的 之前我们就一直说 一个这个斯不得区 他赢了一个国会议席 是等于五个 普通人口非常非常的多 那公正党克兰德加区的 国会议员黄继全就说 选举委会把他的选区 改名为苏邦 显然是比较有利于 对手国阵的 他希望选举委会 在上诉有限期间之内 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改名 他自己个人就觉得 我完全不赞成 而且颠覆了其他人民 对这个选区的认识 其实之前 这个选区人口最多的 应该就是斯不得区 现在就换了 变成了现在的巴达林 在野的北区 即将可能变成达曼萨拉区 对那刚刚我们就说到 巴达林在野北区 国会议员潘检维 他就投诉说 为什么要把他的选区 改为达曼萨拉 那选民的人数则是会暴涨 从8万5千多人 增加到12万0400多人 非常夸张 相对之下 另外一个在野党掌控的 家谱的国会议席呢 则减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减少了30%左右 潘检维就认为 这么做是为国阵在选举中 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他想了一想就说 只有一个理由 可以解释宣军委会的举动 就是让国阵 在看来胜算不高的一些议席 增加多数票 同时将国阵有望 可以拿回的一些 有争议的议席呢 减少他的多数票 那就是潘检维他自己的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无论如何 就是州政府嘛 他还是有资格去提出 一些反对和上诉的 应该资格的 应该是至于 再次拍下来 小杀检维 大规定